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天我們分析了各種中共提供的經濟數據 與歐美各國對中國電動車產能過剩的制裁關稅 那現在連土耳其也準備跟進提高中國的關稅近40% 中共現在讓一堆台灣在網紅收中國電動車多讚 而中國的扛霸子茅台最近也是慘跌 目前價格來到1550塊左右的股市 價格也是近兩年來的最低點 除此之外,黃牛茅台的價格也慘跌 習近平立了北京證券交易所,對吧? 哈哈,現在數據也出來啦 你的北京交易所成交量萎靡了90%以上 那我覺得這也是故意給習近平的一份難堪的大理 因為今天是聖上的生日 所以早上啊,為什麼會有泰國網紅 在天安門直播,中途被中斷 以為是要來鬧事的對吧? 今天是偉大的聖上的生日 你怎麼可以在那邊亂鬧,杜絕一切的麻煩 那為什麼茅台價格會慘跌跟經濟有關呢? 有幾點啊 第一,消費降級 在中國是不爭的事實 也是因為通縮造成的結果 對吧? 中國現在的資金鏈斷裂嚴重 需要瘋狂的印鈔才能穩住 而印出來的總和鈔票 又比歐美的總和還多 這已經是非常誇張了,對不對? 那卻還在通縮實屬詭異 按理來說端午節應該是傳統白酒包含茅台 小旺季 那價格應該會往上漲 你不漲其賣的食品吧? 沒有,結果是反跌 茅台在中國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它不純粹是飲用而已 那茅台也是權貴資本家或是中共官員間互相送禮的酒 甚至是互相賄賂的酒,對吧? 因為茅台的價格我可以炒很高 我如果送酒的話就不違法 但我送錢被抓到可能就違法 而茅台在中國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特供酒 曾經這個特供酒,茅台還被聖上打折 這就是貪污腐弊的象徵之一 結果價格漲最兇的時候 就是2021年聖上執政時代 所以你常聽到有人說 我要查貪腐、反貪腐 但事實上最貪的都是他自己 那我們都知道茅台是屬於奢侈品啦 他不是純粹的飲用酒 那奢侈品象徵身份、地位嘛 連這個也都可以暴跌 那也意味著中國的上層經濟也被動搖到了 而這個動搖更多的是官裡面的經濟 因為消費降級很多時候 往往只能體現在社會的底層或是基層 那有錢人他或許感受不到 那現如今茅台這種象徵上層社會的價格也暴跌了 那中國經濟的前景不言而語 中國茅台庫存數量過多 隨著茅台降價 這個情緒如果蔓延的話 收理人群開拋售 哇 供給上升需求減少 那我們都知道 投資市場代表著 對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的信心跟前景 對吧 投資就是這樣嘛 但是中國股市一蹶不振 今年年初還在打A股的2600保衛戰 反觀台股、日股、印股持續穩定的成長 而中國的資本家跟有錢人不是沒有錢 那為什麼他們的錢不敢投資在中國自己 因為中國的政策環境讓他們不敢投資 疫情三年他們受夠了 我們從另外一個觀點可以發現 中國很多的城市、銀行都開始限制人們取款超過5萬人民幣以上的現金 打著什麼防詐騙啊 我怕你被騙啊 那你需要預約 電話跟我預約之後還要到場填申請表 申請表之後你還要自己送去公安局 公安局批准之後呢 你再過來跟我取錢 你取錢的時候我還要再等個幾天 那其實有些粉紅會說 咱們中國啊十幾年以來就是這樣啊 你要取3、5萬的現金需要打電話預約 對沒錯 你話講對了一半而已 現在是不僅要打電話 你還要到場去公安局批准 然後呢 還要經過銀行的同意 你才可以要先預約 對吧 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這個比較有錢的人就是嗆粉紅說 你肯定是沒有提過超過5萬塊 你才講這種風涼話 因為你戶頭根本就沒那個錢 那銀行通常作為保管你財務的單位 他有義務要提醒你可能會被詐騙 沒有錯 但退一萬步來說 你今天自己確定 執意要被詐騙 經過銀行或是公安的再三勸導 你還質疑要把錢領出來詐騙的話 他們沒有資格阻止你被詐騙 因為那是你的錢 對吧 那退兩萬步來說 轉帳也是可以詐騙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線上的數字轉帳是可以的 提現金不行 從從阻礙呢 因為中國現金的儲備量遠遠不足 遠遠不到數字貨幣上的金額兩個對不上 所以需要阻止人民短時間內提取現金 挖東牆補西牆 東牆挖了就緩一下 我限制東牆挖 挖天數十天 我從西牆那邊借過來 可能需要十天對吧 所以我才弄了一堆繁瑣的流程 中國對比歐美日韓台灣來說 是一個現金儲備量非常低的國家 這個十幾年前就是這樣搞 所以為什麼疫情這三年 突然中共之地人會斷供 就是因為你平常就是這樣搞 搞到有一個重大災難來的時候 你斷供了 所以爛尾樓為什麼在中國這幾年 四起 那另外一方面 鄉村教師啊 鄉村的公務人員也是出來 拉橫幅說我欠薪高達半年以上 這個我們在台灣已經很難見到 但是在中國的鄉村是常態 這是你們去旅遊看不到的 那像是這份資料 是美國政府制裁的中國銀行名單 那我們可以發現吉林啊 長村這些銀行 從去年開始都已經在斷供 減少營業時間 每天還限制老人領取這個老人年金啊 或是退休金的這個名額 去年我們還做過這個影片 而這個影片還有被很多東北的老人拍過 那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一直在做功課啊 原因是什麼 美國查出這些銀行 被中共當作白手套跟俄國交易 消息說咱本科生縣城平均工資5377 就說哈這次那個下詞 在那個下詞能工資到這時 誰還出來打工直接回老家唄 如果事實真的是這樣 我真的是給各位縣城的本科生拖後退 拉我自發一杯 就這事說出去都覺得離譜 有些媒體竟然把這事說出去了 這是個新聞 冰塊掉進粗糠你寒酸呀 我有段時間想回家上班 我找了一下 我發現本科生工作三年經驗 去掉無險一斤 平均工資到手3000 老家怎麼說也是個事情 這些媒體請不要將各地拿出來好嗎 在做平均真的說出去 我知道你這說這話 讓我們真的無敵自容 我這些小城市我打聽一下 我身邊但凡在老家工作的同學 沒有工資超5000的 除去某些長江三角區 去年我老家有個碩士學位的學長 在學校打當老師 月薪工資4000塊錢到手 但某一些媒體真的是胡說八道 就比如說我出來剛上班的時候 先去杭州後去寧波 兩個一線大城市 應屆本科生剛開始拿到工資 我都沒有4000 今天國眾兩黨 還派人去參加中共舉辦的海峽論壇 中共軍師王滬寧 就在這個會議上提到 海峽論壇是兩岸百姓的論壇 團結統一是福 分裂動盪是禍 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 通批台獨只會讓台海兵凶戰危 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以及反對台獨才能確保台海和平 兩岸同胞同屬中國人 同根同源同文同種 是血濃與水的一家人 對吧 我剛那個影片謝和弦披露的 也是在講這個論調 大家都說中國話 寫中國字 郭中國節 有的共同的歷史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習俗 所以咱們都是中國人 要反對台獨 不要跟我說王滬寧說的 台灣屬於中國 是中華民國 拜託你不要再玩這種文字遊戲了 王滬寧自己聽到會覺得很生氣 我說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共內戰過來了 大清時代過來了 因為想要遠離大清的執政中心 大陸那個時候 大清的時候 生活也是不易 所以才一堆羅漢腳 來台灣 為什麼 想要有新的開始 那按你這個邏輯來說 歐美世界可能只有羅馬帝國 還有維京能建立的國家 對吧 還有什麼亞利安人國 英語 德語 荷蘭語 北歐語系 嚴格上來說 你們可以說都是日耳曼語系 那你硬要把它歸類在所謂的中華民族概念 也是可以啊 日耳曼大民族 德語啊 荷蘭語啊 丹麥語都是方言 你也可以這樣講嘛 對吧 餘林縣長也在這個會議上說什麼 要跟中國合作改善台灣人的生活 拜託你 救西郎啊 過去跟一個通縮極權的政府堂合作 這失業率已經幾%了 對歐美擴大投資台灣新產業 視而不見 然後以美論 我覺得對國共兩黨這些人 都是有斯德哥爾摩政府群的 你對他講人性民主自由福利 他就會抓著你 索取這些全部的東西 然後呢 反過來支持曾經破壞過他的人 比如說國民黨 他就舔共對吧 那共產黨舔額 就是這樣子嘛 俄國就是很棒的例子啊 竊取了多少的領土 破壞了多少來自中原土地上的人 不管是不是漢人啊 滿洲人他也破壞啊 中共敢說一句話嗎?不敢 美國從飛虎隊開始 幫助中華民國多少 還退款跟子賠款 建設清華大學 幫助國民黨撤退來台灣 所以先來破壞我們台灣人 好啦說起來美國人也有錯啦 那美國協防台灣 蘇聯還曾經計畫要和平 中共各大城市 這都是有官方數據的喔 官方資料的喔 被美國阻止了 美國給台灣資金發展 台灣十大建設 帶台灣搞經濟 結果國民黨現在最反美 舔共 共產黨也是最反美 美國幫助中國加入世貿 拉起中國經濟 所以美國現在想跟你脫鉤 所以中國為什麼經濟現在這麼慘 結果你們現在最恨的國家 叫做美國 連以前吹捧中國經濟的經濟大V們 都紛紛出來表態覺得 好啦我不能說假話 中國經濟確實 基本財政啊 基礎建設啊 基礎地方那種基層都崩潰 這張圖啊 今年1月份到4月只有上海賺錢 上海是全中國目前來說 外商是最多的 那除了上海呢 其他都是負債破產 要跟上海借錢的 或是由中央印錢下去的 為什麼我們要跟一個打中臉充胖齒的國家 繼續深入合作 而且他對我們有滿滿的敵意 而你國民黨就是被那個敵人打跑來台灣的 你到底在想什麼 我拜託你到底在想什麼啊 在幹嘛啦 你敢不敢對王滬寧說 來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中華民國人來當喔 你要不要這張中華民國身份證跟護照 我給你喔 你不敢嘛 你只敢對我們台灣人講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說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你為什麼不對他們講咧 我們都知道你要對他講他不知道啊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集見了掰